大家好, 鼠年閒大運 鼠鼠生威 Tinthia, 其實很多長輩跟我說 做人要志氣軟大 不過也要學會吹吉鼻胸 其實有沒有什麼行業的辦法 今年真的說不得、碰不得 要膽大心勢 但是也要審時度勢 接下來這一年 我覺得投資需要分散的風險 要平衡一點 要保留多點投串的錢 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今年可能會比較擔心 尤其是在經濟環境下滑之下 今年可能會有更多 譬如失業這些因素 如果隨時擔心工作時 你當然不要坐那麼重 在一些投資產品或股票市場上 因為要變演起來的時候 未必是合價的 是, 星祥, 藍籌股和公用股 會否在鼠年來說 都算是一個安全區域 是, 相對是安全的 藍籌股裏面 去年做得比較強勢的 就是那兩隻手機設備孖寶 但是比較波動的 亦都有一些醫藥的孖寶 他們的股價雖然比較波動 但是投資者亦都可以 趁這些這麼波動的走勢之中 因為當中牽涉到一些國策的因素 令到他們動彈不得 製造了其實是給你低級的機會 有時候我會這樣看 有危有機 最壞的時候 也可以是最好的時候 如果股份不懂得下來 那又怎會接到我上車呢 最近香港銀行都紛紛調高了利息 會否說放在銀行收息 就會是最穩陣、最安全呢 其實現在我們擺錢在銀行收息 已經的回報是好過之前那些 差不多沒有出息 要不然每個人都出來 找找找投資的目標 但是在擺銀行的因素底下 你要在市場上高買股份 買一些比較相對穩陣的股份 尤其是公用股 那個息率回報去進行一個比較 譬如地產股 我們會留意得到 有些人問 那究竟買樓好不好 買樓好 因為買地產股好 但是你會發覺 我們買樓來收租 可能只有一、兩厘都沒有 現在的回報 因為樓價高企 但是你買那些樓的發展商 他們的地產股 坦白地也有三、四、五利息 那你問買哪個好 樓就不能拆開廁所來賣 我怕賣完之後 我只有一層樓,價格上升了 怎樣?先賣廁所 再不是,賣兒子的房間 或者賣廳 賣廚房,你不能這麼賣 樓真的成件賣 但是地產股和股份 你可以逐一點去賣 或者逐一點去賣 你就提供了一個靈活性給自己 謝謝,青姐 青姐,你是不是證監會的持牌人 有沒有持有上述股份? 若然不是,我也沒有持有上述股份 我應該暫時還沒持有 接下來不敢包 我只有一位古台人的小辣椒 好,最後我們要祝觀眾 萬事勝義 萬事勝義 by bwd6